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加菲 那么这次大家带来的是DTS里面的一场KSINT对DTS的比赛 那么很多观众也是说 这个比赛好像是前几天的 是这样的 是的 就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天的比赛我看了一下 没什么好解说的 有个WCG的 不过因为已经有人解说过了 我觉得我在解说的话也没什么 别人直播都做过了 我这种解说实在是没有太大意思 我们就选了一场 我之前承诺的光哥的最新的一场比赛 光哥也是这个世界第一神枪啊 这个刚在ICU打 又跑回DTS去领薪水打 不过我们说当下这个圈子也是 线下比赛是没有什么枪不枪的 你能拉过来人你就来打吧 你能出自己机票你就来 对不对 因为这个这个枪是有成本的 而且那线下比赛如果你 你真的是个 你也不能替打是吧 你只能说是我跟着一个队来打 不能说我同时跟三个队打 那线上比赛你真的可以同时跟三个队打的 我们看一双的阵容吧 那对面是 但是竟然第一个拿了SK啊 那么DTS也是很奇怪 谜团拿了这么早 那这边就拿了LENF1SK 嗯 然后那边VOLOCK啊 那因为我的 呃这个 最近嗓子不太好 所以说解说方面可能不会太用力啊 不会太用力 如果没有满足你 你也把声音开大一点好吧 啊 我不用力你也不能 你也不能不用心听啊 好 我们看这边拿了痛苦队员 这边是拿了CM TS 果然是很有CASS INSK的风格啊 超奔放的 一个阵容 那么最后一个会拿是 这肯定缺一个远程游走啊 比如说泡沫这样比较刚好可以出吗 睡剑你不拿泡沫 但是拿泡沫的话 这个DPS可能不太够 啊 最好还是拿个DPS比较好 哦 熊猫 这个阵容的话 就这种而言 我是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出啊 因为我觉得 这个阵容他确实是给远程 结果他来了个进程 我们看 看一下写写 好了 我们看这个CM是 也是新来的 叫ASH 我们说他是谁 他是一个枪 啊 登帝的 在俘王 因为 嗯 Miracle的这个 Croket SK 这边呢 是 Puppet TS 啊 为什么说这个 他这个枪呢 因为他们有两位队员啊 尤其是Lavent 他这个签证没有办法来 所以说他的位置 先手定 包括辅助是由他来打 有点像Ashhold的前面几个啊 ASH 这个我第一眼看这个名字 就想就想起来这个单词 好 我们看这个谜团是Astile的 这个也是有点印象DTS的 然后这个是Fourball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 以前一般是打 也有打过这个 Farmer 当然辅助还是打得多一点 这边Lavent的痛苦之缘 中路单 上面是Goblin的熊猫啊 以及Tribuka的小白 PTS也是明星阵容啊 这个今晚Lavent 这个Tribuka Goblin 这三位是 能排到 当下记个人技术前15的 都是排过前10的人 只是说 如果是以前排到 可能是三个多的前10 但只说现在状态方面啊 包括战绩方面 也是跌出这个排行榜了 都是曾经前10的男人 我们看啊 这边分路的话 中路是Lavent来中单 Miracle对 对这个Lavent啊 Miracle Miracle 也是一个个人技术 非常出色的选手 虽然第一个补刀 还是输给了光哥 那么第一刀是非常够 非常够这个激 这个激利人士气的啊 好 这边再点 对着点一下 下路也是野区上岸 就开始打了CM跟 迷团两个人对着A 当然CM肯定是有点优势的 不过CM是没有吃颗装啊 因为迷团的 第一个 就第一级 他是技能发布在这个威力啊 二级F还可以分析 因为他第一生也是C C的一个怪赚了点0花钱 中路Miracle 也是跟从无恋这样对着补刀吧 两个人没有太多看头 但是肯定会有人投的 我觉得中路 因为这两个人投你不太好切 两个都是眼成DPS啊 都是离着让人把人杀掉了 你从技术上小技术是看不出来的 只能够说 以他们一个为视角 而这边也是在压Vlock 我们就以光哥的这个头像为视角 来监测也到底中央 这个名堂也是在别人也去打野 打得很开心 不然这样一下打两波 这样拉着 如果你撑开一个树不是更好 对不对 Vlock这个罐子 刚才被福王跟CM折磨的不轻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 这边又是兵一下啊 带着三个小技就不怕你了 我说一个人对于是有劣势的 但是三个人四个人对于就 没什么问题啊 中路我们看两个人是一点难道不耗啊 上路也是兵线压回去把野拉回来 让兵去耗野 但是这个很奇怪一点 就是两个野拉到一起了 哎呀我们看这个位置 我老后过来 CM 一个F 我老后赶紧点呀 这个怎么去点兵了 谜团 上了一个道的 谁先出去写CM应该 哎是 果然啊 是上路先出的一写 下路这边 而不是这个下路先出的 电死 漂亮 刚才是谜团啊 Stell先死的 上路也是出了一个人命 我以为上路已经死了 然后是 双方可以说是各损一员啊 各损一员 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么也是这两个人爆发力 不过我们看到 好像级别上来说 光哥是有一点经验上的优势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光哥的 哦 是差不多一样 Miracle的欧欧圣 我们觉得是教科书版的 真的是教科书版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他的欧欧圣有任何问题啊 新亚赛肯定打得更稳 戳起来 再T一个A一下 再A一下 练一下 那么TS 我们看Puffet的装备 也是没有吃喝了 这个是下一步战位要谨慎一点 周末一个4 一个4 TS小G也是用过来罐子的 熊猫三级 那么最近比赛 可能见过几场熊猫了 熊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制造混乱的人 那么像Lan的话 多抽点痛无人蓝痛无人蓝 就没脾气了 他的蓝不够放泥套就好了 当然我们说这个大是加蓝的 他先放大再放B的话 你就很无解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比赛啊 这边也是电 那左边的话这段时间可能不会出事没命 我们还是注意力转到快到6G的中路 像这种我们看到金卫这边啊 他们耳耳正说着这边已经戳起来熊猫了 踩一脚看谁先死一个G 点死 但是SK也有点悬 哎 小Y跟他对点 刚好这时候咖啡生那一季 熊猫6G还是不要那么奔放 熊猫也是成长非常不错的一个英雄啊 他的 无论是这个 我们看这个上来用V甩别人 这个V啊我是不见远沈英雄的 沈英雄还是用E比较靠谱 当然这样技能的试法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我一般V是人家KS的啊 因为冰女不像沃拉河那么好打去 沃拉河你打的再怂 包颜包击绝对没什么问题 冰女的话 在线上战刃都怕别人杀 这边能不能下一个冰 我们看冰女的蓝还是够的 冰一个V 这个府王的吼 吼住了啊 极限的一个吼啊 极限距离的 蓝过来点一下漂亮 人头拿的非常的嗨啊 这个Miracle这次ID起了点问题啊 Miracle写成了 这边也是瓶子啊 送来大量补给品 是不是 戳一下 LAT5G一协一瓶子 这边应该有这个装备吧 LAT的钱没看到 没看到 等会看一下 这围是非常时期啊 CM还是 CM没有生意 不是他他没有先生意 他先生的是光环跟V 小白这下被点死 SK刚才这次一个戳扎隐身很漂亮 熊猫戴上 勾不定也是被压得很惨啊 这样看来的 跟小白应该是蛮强势的组合 结果打不过TS这边的一个 阳柱的一个子机 过来我们看 先闭一口 这边也是TS这边 可以随时放弃的 当然难不太够 SK过来 熊猫那个踩着非常硬瓣啊 范围 看起来还是比较 就是看起来不大 实际上很大 我们看啊 这边 先一个电 SK你不走就死定了 这边有 已经有人过来了啊 SK直接TP 啊 那么金卫这边虽然没眼 但是毕竟中中miss 这个信号应该收到了 哎这个就不好意思 我们看也是一个加速通知元 但是很可惜 这次游走没有抓到任何的人 啊 包括TS都没有抓到 他虽然从 我们看他也是 啊 这边是 这眼是看不到通知元的 河道也没有眼 一般来说 走位啊是要绕过河道眼的 比如说那次我们有 有没有印象 有一个line是这样子绕的啊 牛丸那一次吧好像 从后面绕过去啊 就是为了夺你的眼 当女装有好辅助 能买很多很多眼 而且呢团战的大又放 释放比较到位啊 这是还是非常关键的 这边也是过来两个人插起来